五谷茂商社区关怀据点办理共餐活动 由于适逢冬至 里长特别准备麻油鸡和汤圆提供给大家享用 同时前来参加的长者每人提供一道菜 由于这里住的民众大多是眷村改建时的住户 大家都拿出不同家乡口味的菜肴 端上桌面与大家相互分享 长辈参与我们共餐活动将整年度了 那大家就是一人一道菜 像家庭那样围如的感觉 所以每人一道菜来共同的分享 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的感情更热络 当然长辈每个人煮不一样的东西 一定有它不同的含义在 由社区的长者每个人来贡献一套 他们自己拿手的料理 那借由办公餐 那其实上我们茂商社区 在我们茂商里里长小明霞领导之下 我们那个高宁松将军 那昨天也是在我们荣获市府的那个基优共餐单位 香明霞里长指出参与共餐的长者们 纷纷把好吃的菜肴拿来与大家一同分享 藉由这样的共餐聚会 大家除了可以讨论作法及口味外 也会相互问候 说说心里话住户间的情感也随之深厚 有的昨天就跟我说 它整晚睡不去 因为很欢喜 也能期待有这样的日子 当然不免是我今天也提供了 麻油机还有炸鸡块 那我也希望说 长辈在这个不同的节庆里面 有不同的享受 藍瑞敏区长表示 市府推动共餐活动 就是希望借由大家的相聚 能够联络社区情感 凝聚向心力 同时让大家可以相互学习各项技能 使生活更加充实快乐 记者虎萱五谷采访报道 收要过来 大印尽 这是 按照 give